一名台湾导游近期带团自日本旅游 因为团员在酒店浴室内大号 导致酒店无法出租房间两天 被罚7万400日币 约14600元台币 这一事件在社交媒体上曝光后 引发了网友的广泛讨论和惊讶 这名导游在立民二公社上分享了他的经历 他表示 5月份带团参加黑布力三五旅游 入住了清景则1130酒店 反台后 酒店寄来一张特别清洁费账单 原因是5月26日有团员在浴室内大号 导致需要花费两天时间清洁 并因此损失了房间的出租收益 收到账单后 导游虽然感到崩溃 但还是决定自行支付这笔罚款 他解释说 有浴室在回到台湾后才收到通知 已经无法通知当时的客人 因此只好自己买单 导游表示 这是一个教训经验 下次我们的团员绝对不会再犯这种不小心的错误 导游在最近一次再次带团入住同一酒店时 柜台人员提到上次账单的事情 并存在这群客人很快支付了罚款 导游无奈的解释其实是自己支付了罚款 这让柜台人员感到非常惊讶 这一事件在社交媒体上曝光后 引发了网友的热烈讨论 许多人对于团员在浴室内大号感到不可思议 有人质疑 上大号可以上到这么夸张 是吃了什么 大号要清洁费 这我不是很懂 怎么样才能拉到要清两天 一些网友解释了日本酒店的设施和文化背景 日本比较大的饭店都会把浴室和厕所分成两间 这个应该是饭店是分开的 但是团员直接在浴室上大号 八层是大在不该大的地方 例如浴缸 甚至有网友分享了类似的经历 我还真的看过有人在领域间大便 结果时卡住排水孔排不掉 这起事件不仅让导游感到无奈 也对未来带团时的管理提出了警示 导游表示 这次事件给他上来一课 今后会更加严格要求团员 避免类似情况再次发生 总的来说 这是台湾旅客在日本酒店遇事大号被罚的事件 不仅揭示了文化差异和旅行礼仪的重要性 也提醒了旅行色和导游在带团过程中 需要更加注重细节管理 以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和损失 大家对于这件事有什么看法 欢迎留言讨论哟 感谢收看 Linux每天给你最新最好料新闻报道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